在《鬼灭之刃》第21集的故事结尾处 作为鬼杀队的柱们出现在探知狼的眼前 作为主角方的最强战力代表 每一位柱的形象都非常鲜明 仅凭形象便刷爆了时髦时 初次登场就开始疯狂圈粉 那么成为鬼杀队的柱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探知狼的主角又是否达到了柱的标准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说说 成为鬼杀队柱的门槛 以及这一设置的意义 要成为鬼杀队的柱实力大标是必然的 《水珠富刚一勇》轻松秒杀下弦之五类的一幕 就让人感受到了柱的实力 但事实上鬼杀队对于柱的实力要求 其实并没有到秒杀下弦这么高 《鬼灭之刃》的作者曾在附录中明确提到过 成为鬼杀队之柱的条件 那就是杀死五十只鬼或者消灭十二鬼月 对于很多动画观众甚至漫画读者来讲 这一门槛似乎有些太过简单 但如果结合故事背景来看的话 其实这种晋升柱的条件是很合理的 鬼杀队作为一个以消灭鬼为职责的组织 绝大多数的人员有失都是伤亡原因 这使得他虽然有几百年的历史 但人数却一直都保持稳定从未壮大过 鬼杀队是拿着高额的薪资 或者招不保险的日子 是名副其实的卖命工作 很多人在通过最终考核后 没多久就丧命入鬼的手中 就像吃出山片中村田的同伴们一样 他们短暂的一生 或许都会是一见过五十只鬼 更别提消灭了 住之所以围住 是因为他们有着远超其他队势的索国律 可以单起支撑鬼杀队的重任 杀死五十只鬼这一标准 明显就是以索国律为考虑而设定的门槛 达到这一标准的人 即使实力并不算特别突出 积累的资历和战斗经验 也提升了其成长空间 在晋升回住后再加以系统的训练 必然会有很大的提升 相比杀死五十只鬼 消灭十二鬼这个晋升标准要难得多 而这个标准本质上 就是为天赋一领的强者设置的 关于住与夏贤的实力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很多人都觉得 只有能够秒杀夏贤才能成为住 但这一想法完全是本拨刀制的 住有秒杀夏贤的实力 并不代表有秒杀夏贤的实力 才能成为住 因为他们很可能是在晋升回住后 才成长到可以秒杀夏贤的 风度不死穿石迷就是个例子 如今鬼杀队第二强的风度 不死穿石迷就是通过击杀夏贤之一而晋升的 当时的他实力并不足以击败夏贤之一 在这有框镜战死的情况下 才成功将其消灭 这充分说明鬼杀队对于住实力的要求 并不是秒杀夏贤甚至不需要独立杀死 只要能够通过战绩证明自己的资质就可以 因为住并非一个重点 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松上所述 鬼杀队对于住的门槛设置之所以看似简单 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 以炭治郎为首的主角团们 他们的实力和资质 本来就都是鬼杀队中的佼佼者 达到住的门槛要求并不难 但对于大多数鬼杀队势来说 住的晋升条件真的非常苛刻 能够达到标准的人少之又少 而且基本都需要两至五年的时间 最强路人村田就是这些普通队势的代表 他与富刚义勇同届熬到现在 实力终于达到了下行水 拨到了中级的门槛 算是普通人的荣耀了